中国女排包秘密武器 23岁世界冠军 援助蔡兵 林盈盈最佳帮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手周知 那么目前的中国女排的话 是完成了土耳其战的比赛之后呢 接下来将会奔赴菲律宾 开始第二战的一个比赛 从目前来看了 回顾第一周的比赛 大家也可以发现了 中国女排的成绩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尽管在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输给了泰国女排 但是也要注意到前面三场比赛了 我们还是完成了 很好一个成绩 当然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四场比赛当中呢 虽然说我们的球员表现不错 但是实际上有些球员呢 我们中国女排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都还没有安排他们上场 所以对我们很多球迷来说 其实接下来呢 也都非常的期待着 这些暂时没有安排上场的球员呢 能够在第二周的比赛当中 建功立业 能够帮助蔡兵 帮助中国女排呢 在第二周比赛当中 屡见其功 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从目前来 这些还没有上场的一些球员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 其中有一个秘密武器呢 可能是有些球迷并没有留意到的 他就是我们中国女排啊 现年了23岁 1米98的一个世界冠军 杨涵玉了 那么杨涵玉啊 说实话虽然非常的年轻 但是他在此前取得的一个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曾经呢拿过四星赛的MVP 而且呢也曾经拿过U20的世界青年女排锦标赛的一个冠军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世界冠军 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呢 已经在青年组当中的一些比赛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么这些年呢 其实啊 他在中国女排这边的成长也非常的快 年纪小小的已经是被看作是我们北长城严尼的一个接班人 所以说实话对于杨涵玉这样的一个复工手来说呢 他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因为我们知道在复工手方面呢 在上一周的比赛当中呢 在前面三场比赛 袁星月和王源源当然表现非常的不错 但最后一场面对泰国女排比赛呢 他们的整体表现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外界在分析呢可能是比较劳累的 那么因为呢 就是连续四场比赛都是这两个复工手给打下来 那么对他们这些年年年少为偏大的一些球员来说 确实是比较吃力的 对体力呢也是一个考验 所以在经过了前面一周比赛的一个征战和磨练之后的话 到了第二周比赛呢 其实对蔡斌而言 如果说能够把前面这两个首发复工能够换下来 让杨涵玉这些 另外的一些年轻球员能够有更多出场的机会的话 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好处 一方面呢能够让那两个首发老将好好休息一下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给到这些年轻球员的练兵的机会 而且呢在这一次四联赛当中呢 那些已经和我们交过手的对手 实际上对于这两个球员 这些还没有上场的球员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把握和了解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反倒能够起到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效果能够争取去打败对手 而且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呢对于李莹莹来说啊 上一场比赛面对泰国女排他整体的进攻效率也不是特别好 那么主要问题呢也还是老生常谈那个话题就出在复工的一个问题上面 所以对李莹莹来说这一次如果说杨涵玉后续能够在第二周比赛出场去帮助到中国女排的话 那么想必对李莹莹来说呢 他也能够迎来一个最佳帮手 在他主攻方面呢能够由复工这边给他更好的一个助攻 帮助他提高他的整体的扣球率也能够呢 增加他的一个得分效率 所以对李莹莹来说呢其实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说目前来看呢对蔡宾而言呢 接下来的话确实也应该考虑一下 给这些年轻球员呢更多表现了个机会 我们也期待着杨涵玉呢这个年轻的小将能够在这一次试联赛当中去证明自己去绽放他自己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